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个40分钟的咨询 就这样咯 那我们会有一个po文给大家做抽奖 那再请大家就是注意我们的粉专喔 对 我会po在IG 想要大家分享 然后按赞 我们就会把你抽出来免费拿这个礼物 没错 那讲完刚刚抽奖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讲说 其实我们常常人生会觉得想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永远都有很多借口 很多理由 来让自己觉得说算了啦 这个以后再做好了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到以前的自己就觉得 那时候的自己有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 那美国呢 有一个临终关怀的护士 他叫伯朗尼迈尔 那呢 他有写成一本书 那他这本书 他大概就是总结说 因为他服务过很多就是临终的病人嘛 所以他就有去总结说 人们最后悔的五件事情是什么 那他第一个人们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他们很希望当初的自己 就以前的自己是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那第二个呢 是 希望自己不要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 而让自己错过去关注孩子成长的乐趣啊 或是错过爱人的那种温暖的陪伴 那第三个是希望当初自己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永远都很压抑很消极 或者是也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跟朋友保持关系 不要因为忙碌的生活就忘记要赖朋友啊 或是不敢问朋友不要出去吃饭啊 都觉得算了算了 不要联络好了 那最后一个是希望自己能够真的活得开心 不要永远都掩饰自己的情绪 然后永远在别人面前假装自己很开心这样子 这讲完我直接可以开始后悔了 我不用到临终我就已经 你现在才迈入三十岁就已经有感触了是不是 因为这五点感觉我也不知道 我刚听完就有一种悲观的感觉 听完开始难过 就觉得 其实你看 我就不信这些东西 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改变呢 是有心魔吗 或是说会不会就是就是人们不会从历史学校教训 我不知道我比较悲观了 你们觉得你们觉得你这五个问题 你们觉得就是这五个遗憾或后悔 你觉得你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其实像跟朋友保持关系联系这件事情啊 其实的确这件事情是我要提醒我自己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都有做到 那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说这不是 你不是朋友一定会敲你 你是自己会敲人家的 我都是比如说唱歌吃饭 一群人约出去喝酒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主旧 那我主旧这件事对我来讲也不是自然而然的 而是我要提醒我自己说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 我很怕我跟我朋友之间 大家会渐渐没有联络 哇那所以 所以我是故意提醒我自己要记得做这件事 所以你形式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你说Google Calendar里面 对下个月跟XXX要约唱歌咯 离拜四晚上七点半要约朋友唱歌 我以为你的朋友是就是他们会主动约 开始走唱歌 就是不是always你主动 大部分是我 对大部分是我 也有一些只要有男朋友的女生 基本上就有点难约 基本上就不太会主动约 那你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朋友 就灵魂人物 就维系大家感情 那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不太 我觉得这几个应该不会是 你会后悔的 应该不会是 我觉得第二个吧 第二个我刚刚看的其实蛮有感触的 你说希望自己不要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 对因为我觉得尤其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工作都还在起步 对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觉得 我需要花多点时间在工作上 因为你希望多点成就 那你现在这么努力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多陪小孩子 但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很有成就 可以fire你知道才无自由 真的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第二个也是我很担心的 对但是 对我觉得 但毕竟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结婚或有小孩 所以你现在全力的冲工作是对的 对 就为了未来的自己 第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对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的生活就是工作 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第一步是 你要先有勇气 可以釐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我现在连想都没想 他就是一直去工作一直赚钱 嗯 就连想都没想 我在写你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一种感觉是 欸 我好像已经没有梦想了 欸 我昨天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觉得欸 你怎么写个to do list那么难 你说你想做的 所以你才贴了一大堆提醒事实 对因为我就自己在练习 我在想我到底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你们刚刚说你没有这种状况是真的 想很久欸 我还好我有一点点 但我想比较快 你想比较快 对但有一点 我是有觉得说 我怎么很久没有想梦想这件事情 就人生开始变成就是柴米油盐了 就觉得 就是赚钱 就开始觉得说就是生活过得去就好 然后开始 对然后开始想说什么时候可以买房子 嗯 什么时候结婚 就一直在想这些世俗的 务实的东西 嗯 好那除了美国有互事做这件事 日本也有一个互事做的一模一样的事 可是他写的那本书叫做 会后悔的25件事 所以日本人 有20人遗憾是美国人的5倍 哈哈哈哈 不能这样讲吧 超多 但因为25个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直接先通 大概把差不多类型的通证成5个这样 嗯 第一个遗憾就是 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努力实现梦想 比如说没有努力去享受美食啊 去想去的地方旅行 或者是没有和想见面的人见面 这样 那第二个是跟恋爱有关的就是 没有去结婚 没有生小孩 或是没有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嗯 那第三个呢 是不敢认真的为自己而活 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愿 没有去看透生死 也没有真的认清自己活在这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整天庸庸碌碌 然后为别人而活的感觉 那第四个遗憾呢 是没有对深爱的人说谢谢你 第五个遗憾是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 我觉得反而日本的我比较有感 日本我也有中 就是 就我觉得两个都有中 但中的点不 touch到的点不太一样 日本touch到底哪里 我觉得美国是比较外写一点点 就是比较大家容易观察到 日本比较内敛对不对 比较心灵一点 你看他光第四个 没有对深爱的人说谢谢你 你想用日文 arigato arigato gozaimasu 回去马上对所有人 可是我以前 大学的教授有跟我们说 就是他是在妈妈已经快死掉那一刻 他才跟妈妈说我真的很爱你 谢谢你 他说他从来没有讲过 就是妈妈都已经意识不清楚了 他才讲这句话 他根本也不确定妈妈有没有听到 然后听到那个我就觉得天哪 我什么时候有勇气跟妈妈说这个 因为他讲这个很别扭 不是啊那你 跟爸妈讲这个我觉得很尴尬 可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这样 可是我觉得 这个老师的故事是好的 就是说就请大家珍惜现在 对 不要等到我妈也常跟我讲 她说你不要等到 就是来不及了 就对 因为人如果走了之后 你才去感谢人家 其实就是 只是你自己安慰自己 对你只安慰自己 其实就是都是后悔 感受不到 对真的 那讲到了美国版跟日本版的这些遗憾 我们现在趁我们还年轻 我们来台湾版是不是 对我们现在来个台湾版 台湾版 应该是说在希望自己不要有遗憾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可以 无条件的回到过去 或者是你想想你过去做过的事情 那如果能够回去那个时候 你会去做什么改变 整体来说 我没有后悔的事 但我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 就只是回去再过一次 我会想回到我国中的时期 因为我觉得国中时期是 在叛逆期青春期前 然后我的生活一切都是步入轨道 然后我成绩非常好 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到很好很好 然后我跟我妈妈的感情超级好 是好到 大家如果有看Gilmore Girls 就可以知道里面那个母女情谊 就很喜欢那部片就是很像我们以前那样 是好到 就真的是好朋友 真的是好朋友 然后每天就会跟他讲 学校发生什么事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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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可是现在出社会之后 就会有一些是习惯不跟他说 但不是因为不想跟他说 是会觉得好麻烦 就变成可能你已经跟朋友 是跟男朋友讲过 你还要再花一个时间 再跟他解释一次 对 突然就是会觉得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长大之后的那个房 就是自己有一个防御机制 是有一些事情就是跟家人说 有些事情就是跟朋友说 但那个时候没有 那个时候妈妈就是朋友 那还记得有一天我跟他说 我很不想要升高中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大家都说 那个青春期会叛逆 叛逆就会跟爸爸妈妈吵架 可是我不想跟你吵架 哇 你妈听到这句 有没有痛哭流涕啊 但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吵架 没有 他只是觉得我很烦 因为我国中时期就是 一直跟他每天激励过 跟你说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 然后那个谁又怎么样 然后你就一直讲别人很坏 对 可是你国中的时候 就是跟你妈妈关系最好 那你国中的时候有像 怎么讲 就是有可以让你分享 新式的朋友吗 有啊 我有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跟我妈也超级好 那你觉得 等于我身边所有朋友 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妈妈都有听到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关系 让你越来越少 去分享这些事情 就是到高中啊 就真的是 如你所说 真的到高中就叛逆了 对 就心里面叛逆 我没有做什么叛逆的事 但我就跟他有点疏远 可是有什么事件吗 还是没有 我觉得这就会到我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如果想改变一件事 我觉得是热武社 因为社团的原因 对 因为高中的时候的热武社 因为我读的高中是一个很崇尚自由的学校 所以在学校里面大家都有一种 我们这个高中就像大学一样 没有人会管你 而且老师也是上完他的课就离开学校 然后我们都很自由 所以大家就是会想要去当一个小大人 所以大家社团都会玩得很疯 而且时间都要自己懂得安排 对 时间管理 人际关系 然后老师不会管你 然后我们暑假也没有暑假的作业 就真的很自由 不会像国中老师会定一个schedule 然后你什么时候要做好什么事情 对 然后大家又是各个国中厉害的人来读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要这样 我要跟大家一样就是很屌的样子 可是其实我附和不来 我没办法同时管理自己又同时在课业上 就是好好读书这样 那我觉得加入热武社 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可以再一次我不要加入的原因 是因为热武社给我带太多 因为国中是自信心 高中是自信心建立的时候 你开始你的信征 你的各个方面你开始是一个小大人 可是我觉得加入热武社 让我有一种更没自信的感觉 因为身边可能有太多你想要比较的人 对 不是说里面的人不好 就是我开始有点自卑 自卑就会开始建起一个 你不想让别人觉得你不好的那个强 防御心会变强 连带的也建立在你跟你妈妈之间 因为热武社一定会有那种很耀眼的人 对 然后很优秀的人 然后你这时候就会想 就觉得那为什么我没有把那样 对 然后你怎么想要改变自己就是做不到 那你要怎么办 你就会觉得为什么爸妈没有给我这种环境 就开始觉得说 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这样 对 可是明明你已经很好了 可是你就是会一直跟别人比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 你已经很好了 那时候觉得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一样 懂 所以就有很多不开心 都会闷在心里 都是那种自己的难过 都是自己的挣扎跟struggle 所以你妈其实根本看不懂 你在难过什么 她看不懂 所以是你一个自己的心魔 对啊 我觉得我的高中就是过得有点混沌 可是我觉得很多青少年 青少女都是这样 很多自信心的struggle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不只发生在 就是你那个时期 我觉得搞不好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类似这种状况 只是struggle的东西不一样 对 struggle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你可能不小心就是 会想要建立一个防护 这叫什么 防护墙吗 就是这种事情不敢透露给别人 因为那个自卑感会涌现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时候如果没有玩社团的话 我的生活会单纯一点 那我可能会轻松一点 那你有想说你就是你要玩社团 而且同时我还要 就是那个心强我要把它打破这样 可是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办法 因为我认真就是我高中真的把自己累坏了 你想要做太多事情了这样 我国中就像一个从容的散步 高中就是怎么跑都跟不上 好不容易跟上一点 然后又跌倒 就是那种很累很累的心情 懂 懂 我觉得这不错耶 这个回忆其实不错 所以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 你就想要在高中的时候也要轻松的漫步 我会跟年轻的CC说 退出热武社吧 对 不要玩社团 所以你那时候为什么高二的时候没有退出 你是觉得要坚持到最后吗 就觉得丢脸啊 你就觉得一定要接个干部啊 要继续待下去这样 对对对 我都已经撑一年了 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做不到这样子 对 懂 我完全可以解释 这让我回忆我自己也 因为我大学有成家热武社 可是我反而没有这种 可是大学就不用管课业啦 是吗 而且大学没有 比较没有同才之间的比较 因为大学 大家实在太分散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班级之间的比较 或是什么的 对对对 高中比较严重 高中热武社很严格耶 哦对 高中练武练蛮严的 大学很自由啊 你感觉就像是一个军 军校的概念吧 类似这种概念 而且又有学长解制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就各方面就 太多不必要的压力 嗯 那真的很累 好那我以后小孩 高中如果要进入热武社 我可能会跟她 加她听这一集 可是你叫她不要的话 她就硬要就会想了 没有说可以加入 可是你要先听一下 CC姐姐的故事 哈哈哈哈 走我们去CC家 听这一集的Podcast就好 就说你看啊 有人加热武社会这样 看看自己脊养重啊 对人家已经后悔了 然后会跟爸妈之间有心强 你千万不要这样啊 哈哈哈哈 不然就不能加了这样 哈哈哈哈 我自己哦 我我也是跟CC一样 有分成两个时光 时时代这样 我最时光 你为什么要说时代 跟时代 时光时光 然后我最想念的时间 是大学 因为大学 对我来讲 是我人生第一次 真的感受到 什么叫自由 因为国高中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讲很辛苦 因为读书这件事 对我来讲很辛苦 然后国高中 我觉得自己 没有掌控金钱的能力 我觉得很痛苦 嗯哼 变成我要买什么东西 我要去哪里 好像永远都要跟爸妈讲 永远都是被爸妈监看 然后永远买东西 也要跟爸妈讲 我就觉得很痛苦 然后正到大学 我才真的知道 什么叫做时间 都可以自己管理 金钱也可以自己管理的感觉 然后就很自由 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我觉得大学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我应该要更认真读书 然后参加更多学术性质的活动 因为大学实在是玩社团啊 谈恋爱那些搞得太疯了 就你学分那个都修满了 但是课业那边就 对对对 课业就是比较没有在修的 然后第二个是 不要每个暑假都在实习 因为我每一个暑假都把实习塞满 然后都没有留一两个暑假 是完全就是出国玩 然后完全就是让自己拿家里的钱 然后完爆欧洲 或是美国那种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现在出社会才发现 根本没有这种时间 然后又疫情 因为连台湾都没办法出去玩 对啊 而且 现在就比较多给自己很多借口 比如说上班很难请假啊 或是什么什么的 可是大学是一两个月你不见 根本就也没有人管你啊 然后我就现在就觉得 那时候应该要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那时候 应该要申请交换学生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 天啊我真的一直没有时间去体验 这种长时间待在国外 去真的体验 或是认识那边的人的感觉 然后 现在就有一点小后悔 大学没有把握这种机会 那再来是 我很讨厌国中的时候的自己 就是我的国中的自己 是CC高中的时候 我国中的自己 读书读得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很认真读 可是怎么读 我都不知道怎么读书 我就是一个不会读书的人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从新加坡回来 然后新加坡是没有功课 没有考试的 那新加坡人在干嘛 他们考试一年就一次 他们一年两次就这样 平常没有早自习 也没有小考 没有这种东西 哇 他们比较像国外的那种 那种读书方式 可是那一年那一次 考试不是压力超大吗 会吗 就还好啊 不会啊 他们考试很简单 而且一天只考一科 哇 这么人性 然后考一个礼拜 然后没有功课 功课很少 那你回台湾应该超不习惯的 所以我国中 我完全跟不上 我有一次我直接跟班导说 我功课真的写不完 我不是故意不写的 你只是新加坡style 我真的写不完 我真的写不完 你只是过了新加坡 SINGAPORIAN SORRY 但你有用新加坡强说 都写不完啦 沒有 我没有这样 但是那时候我就很痛苦 而且那时候我 那时候的台湾是流行 日韩系的女生嘛 皮肤白白的 毛头发长长 你是新加坡系 对 我就晒得黑黑 我就是皮肤比较黑 而且我比较牙齿也比较大 你知道 对 比较欧美系啊 那时候不流行这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不漂亮 我就觉得班上的女生都很漂亮 就没有自信 对就没有自信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读书 所以那时候觉得很痛苦 但我 我就觉得说 我国中还参加了什么棋队 参加了一小阵子 你说校棋队吗 移队吗 移队类似那种移队 你要举棋 就是要表演 你知道吗 你要甩枪啊 然后有点跳舞加甩枪这样 就以前有参加 我现在回想 就觉得我 就是跟CC高中很像 我觉得如果现在能够 跟国中自己讲 我会告诉自己说 你不要花那时间去参加棋队 我只参加一个学棋而已啦 但是我会希望自己不要参加 那你不参加你要干嘛 就是 就是读书就好 我觉得我国中 应该就是好好读书就好 不要再去想什么长相啊 或是社团啊 你就是好好读书就好 不要把自己搞这么累 嗯 对 因为那时候我功课 都已经跟不上了 我还想要去搞那些有的没的 就是让自己更累 那我有个问题 因为你前面有讲说 你想要申请交换学生 可是你有想说 也许就等你 比如你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再补 补齐这个梦吗 但我觉得学生的身份 对啊 跟出社会还是有差 因为我也蛮 觉得有点可惜 没有交换 你们会觉得如果等你 比如你们 假设你们两个 已经财富自由 然后你们真的有一笔钱 你们也可以出去国外 生活一年都不工作 可是你们觉得那感受 跟你年轻的时候 学生的自己是不一样的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体力有差 嗯 就是光是体力 你年轻的时候 你在假设我去欧洲夜店 晚上六点都没有问题 现在应该是一点 就一定要回饭店 这中间就少了五个小时的玩乐时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在饭店等你 我连去都不去 你还可以到一点 我在饭店等你 我跟你讲 而且再来就是 好你要说财富自由吗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财富自由 就是 会给自己 会给自己一直很多借口 对啊 我财富自由再去 嗯 等我有钱再去 好像不够自由 现在不行 我继续找工作好了 我继续上班 工作没办法请两个月 那算了 永远都有好多借口 就是 而且学生时代你有一个budget 你会更 那个体验会更扎实吧 比如说现在 我可能就不想住轻侣了 对啊 哦 对啊 现在很多 现在都已经住好的饭店 然后做比较好的交通工具 所以那会随着时间 那好像是回不来的 就那体验 那是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没办法像大学生那样 背一个大包包 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啦 只是就会比较不想要这样子 因为预算也会比较高 嗯 这真的蛮有趣 而且这个真的 因为你随着年纪 你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就你永远都回不到年轻时 去体验这件事情 对 而且你去交换学生 你是真的到那个学校 所以你是有办法认 真的认识人的 嗯 可是你去玩的话 你要认识人 就 就没有那么容易 就可能遇到骗子之类 哈哈哈哈 骗你的钱啊 可是反对性变得很高 而且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啦 有意思 没有那么单纯的感觉 蛮有趣的 对啊 所以我突然想到 就我高中热舞社 那段时间啊 就我妈不知道 我在整个人在混沌什么 可是她很支持我 就是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 就那一天我们惩罚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跟 高二那种惩罚 对 然后有那种就是 很多学校热舞社一起惩罚 我明明就只跳两支舞 然后那活动大概三四个小时 然后我妈就一个很优雅的太太 嗯 一个人 她也没有带她的朋友 她就到那个 男艺中的门口在那边排队 哈哈哈哈 而且我记得她 一点入场 她一点就到 然后 就准时到场 你妈好可爱喔 背着她的小包包这样 然后换票进去之后 她就整场都坐在下面 然后看了一整 所有的hiphop跟爵士 跟一些莫名其妙 那你把演完去找她吗 然后我就看她在台下 她就这样直挺挺的 这样很挺这样 非常优雅 然后大家在鼓掌 她就跟着她 像在看电影一样 对啊 像在看电影一样 然后旁边的人一直走来走来 她就这样一个不动的一直看 啊好可爱喔 很好喔 我觉得很好欸 对啊很棒喔 这样很棒 我觉得爸妈一定要参与小孩的生活 这样真的很棒 OK 那好 那换我 其实我觉得我听完你们两个 其实我觉得有互相有呼应的地方 对我觉得蛮不一样 而且刚好也跟我们之前聊了有关 如果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说你说无条件回到过去 想要做什么改变 嗯 对先不要谈后 我先想做什么改变 我想到反而是 就是跟我亲人相关的 嗯 因为我老爸他其实以前是做应酬的 所以他常常要喝酒 嗯 就是跟客户喝酒保 那常常喝到两三年才回家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他现在身体状况其实不好 嗯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回去的话 我想要回到 他身体还好的时候 可能是我国中或高中 我就建议他就是不要再做这个行 哦 对我可能会强烈的建议他说 应该不是我会跟他讲说 你可能 你可能这样未来的话 这样要常跑医院 那这可能也不是你要的 我会就是跟他讲 拜托你不要再这样 因为反正就是说 家里如果不缺钱的话 你可以不要这样做这种 对这种工作这样 我会想要极力说服这件事情 嗯 对但是这也是只能后悔了 对因为你回不去了 那 另一个的话是 你说对我自己的人生 我好像 我不太后悔 说实在话 嗯 而且我发现你们刚刚讲的事情 都是我以前想要做的 或是我已经做了 可是我反而会羡慕你们做的事情 因为像你之前有提过 因为我每个暑假都在实习 我会羡慕你有交换过 跟出去玩 可是你是羡慕我有实习 对像因为好 那我就先讲实习 像 比如说凯莉实习 我有觉得说我以前的暑假 我都混沌的过去 就我的暑假是没有实习 我是暑假了 我才暑假了 哈哈哈 还要想要干嘛 对因为我 可是我们暑假是可能暑假前两个月 就在找什么 对 我不是那种会规划的人 那你暑假都在干嘛 没有我就是暑假 我就是 耍废跳舞 真的没有 就真的就不知道在干嘛 哦 就是想不起来在干嘛 对我可能会去做什么 去报名专工班 就跳舞的专工班 哦 我大学实习的暑假 可是那就是 我并没有很系统性的规划 我就是想去我就去 就临时 可是那个program 可能才 才四堂课 问题是 暑假是一整个暑假 暑假三个月 那program可能才四个小时 每次一小时 然后你其他时间 你也没有说我要精进自己什么 就你那时候脑子也没想那么多 你就觉得时间好多 可是老实说 我们这些实习很多的人 会觉得实习其实很还好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人生中 可以有一两个实习 对 不要那么多 对啊像我四个实习 我就觉得超级不值得 四个实习很多 对啊我觉得超级不值得 根本为我的职业没有到家超级不值得 我有三个 可是我会觉得有实习一定有工作经验 你就很好说话 不会 没有 没有吗 我真的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实习没有帮助我太大的 你没办法 可是你有工作经验欸 那不是 我觉得就是你履历很好写 对 因为你履历就很满 可我履历写不出来啊 对啊这就是唯一的好处 就我们履历很满 可是你说真的有比你们厉害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还好 真的在看履历的时候 他们对实习也是当做一个活动 我觉得不太会当做一个真实的工作经验 就像玩社团的感觉 对啊 可是因为我玩社团 我不能说我跳Locking 然后那怎样 你希望你可以写说 我是在某公司做Marketing Intern 你虽然只是你只是列印东西 你也可以写的很屌 我觉得我们就是两个极端子 我们太多实习 那你是太没有规划了 太没有规划了 对我觉得应该要相加处于2 我觉得我 我认真觉得我大三或大四的暑假 应该要拿出去玩的 嗯 对啊 我真的玩太凶了 嗯 应该说我也没有说 我是疯狂去夜店的 可是我就是 我没有想法自己弄那么累 所以呢 你现在回去想 你就会觉得 你会告诉大学自己 可以早点布局自己 对我可能会想要 认真想一下工作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太不care工作 嗯 就没差出社会就会找到 对我就可能觉得说 反正就是那时候在担心嘛 我为什么现在要担心 可是很多大学的直男都这样子 真的吗 还蛮多的 嗯 反正就是水到渠成 自然就会发生这样子 对啊 然后你们刚讲热武社啊 其实我高中也很想加热武社 嗯 可是你们都加了 CZ加了 CZ有加了 那我就很羡慕你 为什么 因为我高中超想要 跟大家一起跳舞 因为高中的热武社 就是有那种军训化的 军事的管理 让我觉得说 他们向心力超强 然后雕舞啊 可是大学也很 可是大学很自由 都没有高中那么硬 高中 的确没有 高中就是因为有那种压力 跟那种军事化管理 然后还有那种会刷人的那种压力 对 你才会表现的那么好 就高中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我超讨厌那种 那种感觉 你很讨厌 我就觉得很不自由 我就觉得如果我想变强 我就会变强 如果我不想要变强 那我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管我 因为大学就是这样 OK 可是高高中的话因为 就是会逼每个人都到差不多的水准 对 可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排舞嘛 排舞总是要叼动做什么 所以高中那个时期 他们的排舞都很好看 对 而且高中热舞社 如果他继续到大学热舞社 他都会是大学热舞社里面最强 就是基本功最好的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每天要蹲操作手下律动跟上律 对啊 因为大学不可能这样子 叫你蹲向下律动 都没有人撩你 而且一起练舞很开心 我就想象起来是很开心 就你他们对着镜子 然后或是甚至没有镜子 他们也一起动 然后前面会有学长那样看你的动作 然后教你要怎么调 然后我就觉得好赞 可是我没办法参加 因为我要念书 我也没办法 对 然后我就觉得像 比如CC你就觉得说你高中不要参加 我就希望 也许如果可以回去的话 也许我高中 还是想要参加 然后又觉得说 早知道不要参加 又回去不参加 然后那个平行时空的 我们在录这里的理想 就是说不要参加热舞社 对 然后我跟Key就好好参加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其实我这样观察下来 其实会有一种 就是你们过了你们的人生 就是你们刚刚讲的 比如你高中参加热舞社 然后你说你高中想要多念点书 然后你去上大学不要参加那么多实习 我跟你完全相反 对 我高中反而想参加热舞社 那我大学想要多一点实习 所以就变成 其实我们是在羡慕别人 对 因为你没有过我这边的人生 没有过过 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没有过过你们的人生 所以我会羡慕 而且像你刚刚讲交换学生 交换学生我有交换 那你觉得还好 也没有觉得还好 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体验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那个时间拿来实习 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会觉得说 我这个 其实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说一定要学生实习出国玩 我只觉得 反正大家都说 大学可以去交换一下 然后刚好家里也很支持 然后我就去一下 你的大学都很chill 当然去的时候 我还是有准备一下 因为你只要考个托福 然后你要在校成绩不错 所以我那时候有认真准备 可是也并不是说 我真的要得到什么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去了 会得到什么 我也没有说我真的 我联合那时候 因为我很讨厌规划旅游 你知道吗 我连我要去欧洲 还是去美国 我都觉得很烦 就是要选 好啦 等一下我们展望未来 我们先停在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 如果说 因为刚刚讲的是过去 对 那如果以未来来讲 如果要列出五个 你人生一定要做到的to do list 是哪五个 而且为什么 来 李察你先说 我先走 刚刚为什么要挑我 好那我挑一个 跟你们很不一样 我第一个就写 我维持体态到八十岁 而且一定要有腹肌跟胸肌 就我要成为那种 就是很精壮的阿伯 就像萨弟弟的阿公 就是认不出来我是谁 对啊 建功的那个老板 对 然后同时我也希望 我可以财富独立 但是我不用到说 什么大富大贵 我只要能够照顾好自己 就好了 然后我家人跟朋友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我可以帮助他们 嗯 第三个可能就是 我近期我也想要弄的东西 就是我想要做音乐 对 我看到这个我还蛮 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不同的人生啊 对 就是现在工作 然后好像这个东西是比较有趣的 所以就想要做一点音乐 比如说跟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跟国内外饶舌歌手合作 那样 对就是想办法去fit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跟喜欢的人 去世界各地吃美食 嗯 那我现在也说我一定要再去西班牙一次 因为西班牙食物超好吃 看西班牙的超赞 真的推荐大家 一定要去巴塞隆拿 好 最后就是出一本书 就这样 我看到你要做音乐跟出一本书 其实我还蛮讶异的 所以吗 压抑的点是什么 你就觉得我不会想要出一本书跟做音乐吗 对 我就要出一本音乐书跟你讲 哈哈哈哈 你说打开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所以 不是打开就是这个 对啊 为什么会意外 那你所谓的做音乐是 就是你现在已经有在 你会做这件事情还是说 我之前会写词 对对对 我会写在Evernote里面 但是我还没有真的认真的去把它配成 配beat 然后上架 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是未来可以想 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必做的to do list 就觉得可以做一件这件事情 然后放个mixtape 然后把它上架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出一本书 我觉得出一本书是一种 希望人生的成就解锁吧 就是 就是 就我希望我死前 我可以有一本书留在这世上 就自己的足迹 对 自己的成长 因为你想嘛 你想你如果挂了 你什么东西可以留在这世上 嗯 你钱也带不走啊 然后你爱人也也会走啊 嗯 影片啊 Podcast啊 对Podcast都会留啦 但是 那还有书 没有 因为Podcast是由我们大家 他想要一本他自己的 因为书的东西 如果你写的很 很 也不用想那么伟大 其实书就是一个知识的传递 或你生命的东西嘛 了解 然后他是可以永久流传 说不定他都会自己剪那种单集 只有他自己的 对 你说自己包我 我才没有那么无聊 那CC咧 我的话 当然第一个是我要达到fire 但不是采用极简的生活方式 嗯 就不是靠过得很省而fire 嗯 是真的fire 真的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然后舒服 开心的fire 就是奢侈一点的生活方式 嗯 对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人的旅行 嗯 那我会 其实我对一个人的旅行 一直都有一个一定要做到的原因 是因为我从小 我阿姨 就很喜欢给我看一些杂志 嗯 然后那杂志都是在写说 很多女生一个人旅行的故事 嗯 她们在 我就很小在看那些杂志 嗯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我要 就是 呃我其实现在就会这样 就是我有时候 比如说出国玩 我都习惯我自己一个人 嗯 嗯嗯 你说去长期的这样子 是不是 呃现在都是亚洲啊 但我就自己一个 我都觉得蛮开心的 嗯 嗯 不是我说这种 因为你不是说欧洲跟澳洲吗 对对对 就去长期的这样子 对可能去个 一个月三个月之类的 嗯嗯嗯 然后再来就是带我妈出国玩 就给她一个太后等级的旅游 欸这不错欸 对 因为我妈很想去韩国追星 哈哈哈哈 你妈有在追韩星吗 真的假的她追谁 她想要去看一些韩剧的一些景点 哦 欸这个不错哦 这个不错哦 而且韩国的东西很好吃 对而且韩剧很多嘛 所以我猜她可能会想去很多地方 可能没办法一次去购 对对对 所以就放在to do list里面 嗯 再来就是哦 这我想很久 就我有点想当那个立志行的演说家 嗯嗯 就可能会上tedtalk分享的那种 嗯 但我的出发点不是觉得我自己很屌 嗯 我是觉得说有很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跟我很像的人 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但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能力 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因为都不敢去试 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推广的主题叫做 不自信的生活方式 你连标题都想好了吗 对 不自信但是乐观的生活方式 哈哈哈 他连标题都想好了 对我昨天想的 连讲稿都已经打到一半 对就是要希望给就是跟我一样害羞 对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 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面对生活 然后他可以怎么做 我已经帮你想到你可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直接录一个podcast 然后我上youtube的时候 我帮你标题直接变TEDX 可是我不想用podcast 我想要现场就是那种 你要现场live的哦 我想要跟那些人互动 你要互动 你要有一个powerpoint在后面 然后你可以跟大家那样讲话 因为像Kelly等一下会分享的是她想当youtuber 她想分享她的生活 对对对 但我没办法做到那样 你要现场 我没办法把我的生活 上架 摊开来 给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到 你只想要一个演讲而已 可如果你去TED的话 TED也会上架 但是现场有人啊 就是我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互动 看到就是演讲的感觉 OK 你想要可以问问题这样 对我想要可以真的有互动 真的有交流 真的知道我讲这些话 有没有帮助到他们 感觉你以后就可以回到你的母校去分享这个 感觉这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对还蛮 感觉还蛮酷的 然后再来第五个是 希望给我小孩一个富足的生活 这可以跟第一个结合 对 FIRE与富足 OK 那我自己的话 我第一个也是FIRE 就是不用 我梦想是不用焦虑金钱的去上班 就我想上班就上班 我不想上班就不上班 就时间完全是由我自己掌控 那你就当老板的概念啊 我不一定要当老板啊 我就钱够就好了 就我不用到很有钱啊 我可以极简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想要时间是由我自己掌控 OK 然后再来是我想要有个gap year 嗯 然后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待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说像意大利或西班牙 其实是我最想去的 那可能美国或越南也可以体验看看 就很想去一个地方待三个月以上这样 然后再来呢是一个 我其实一直都想做 但是我一直都不敢跟别人分享 然后第一次讲出来 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创业 但创业不是说真的建立起一个大公司什么 创业就是我觉得想要体验看看 嗯 然后没成功就算了 但是就是可以体验看自己创一个 比如说比基尼的品牌 或是饮料的品牌 欸我觉得比基尼可以啊 而且很多女生都从网美当起 对 然后代言王 代言先代言 然后接下来设计自己的品牌 因为我自己实在是买太多小网美或是KOL 他们自己开的那种运动衣服的品牌 或者是休闲衣服的品牌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嗯哼 只是说你要变成一个 家喻户晓的品牌 开成实体店 这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要放在网路上 让别人开始买 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嗯 所以我想体验看看当老板的感觉 懂 对 只是这个 这个启发点就变成说 我还要去经营我自己的IG 经营我自己的生活 对 然后想一想就觉得 干好麻烦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经营IG的人 我觉得好麻烦 然后再来是 我想要帮爸妈买一个很豪华的房子 别墅等级的吗 对 或者是在一个很精华的地段 对 就是很方便的地方 然后很漂亮的房子这样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 这个是我真的很想要认真经营YouTube 然后当一个有趣的YouTuber 然后去挑战各种极限运动 这个会有点像Janet那样吗 Janet算吗 Janet是节目主持人吧 她有YouTube 她好像也有YouTube Janet没关系 我就想要就是 比如说滑雪啊 高空弹跳啊 滑水 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尝试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 我全部把它放在YouTube上 那你有想到你要可以 就是可以模仿 或是最接近你YouTube的YouTuber是谁 没有耶 没有吗 没有耶 因为我不是只是想要拍Vlog那种 我是想要我人生做的每一个第一个尝试 我就把它拍成一个影片 然后放在YouTube上 比如说你去泰国吃虫这样 对 第一次吃虫和标题 第一次跟泰国人打炮 第一次滑水 耶 我觉得不错耶 我觉得可以 第一次喝酒没有吐 初体验 我觉得你这个系列就叫做初体验 初体验 你这样讲完会不会有人copy我啊 我要赶快开始拍了 哈哈哈 我觉得不错 对啊 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其实都不错耶 而且我今天跟CC开车的时候 就是CC开车我们要来录音 然后我们就有讲到说 我们就在那边看路上的车 我们就说看到那种Range Rover啊 看到Porsche 我们就说噢干 跟你讲啊以后一定要买这个啊 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 然后讲一讲我们就在开始想说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车 或者看到什么就说 我跟你讲我35岁的时候一定要买到这一台 但为什么是35岁 你到底凭什么觉得 35岁的你可以买Porsche 就是你为什么要给35岁的自己那么多压力 就是你现在的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35岁的你可以买到Porsche 对 为什么一直觉得以后就会有钱 你现在就应该要开始 对啊 你现在就应该迈向有钱的路上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迈向有钱的路上 可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没差啦 反正我35岁或40岁的时候就会有钱 那不会啊 到底为什么35岁 现在就30岁自己进来 对啊 对啊 你觉得我们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 可是你们现在也是在努力往那个方向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会说 反正以后再说以后就会有钱 以后就会怎么样 因为像我跟我朋友 在讨论要不要去2022年 或是2023年的Cowchella 就是美国的一个最大的音乐节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有一点推托 然后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太贵 然后请假很难请 然后他们就说 我觉得这种音乐节年轻的时候去是最好 因为体力会比较好 但是30几岁去感觉是可以更随心所欲 因为3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很有钱 我就说不会啊 你为什么觉得30几岁的你可以更随心所欲 所以你可能收入的确比现在高 可是你有小 你可能结婚啦 你可能买房子啊 你有更多借口 你根本不能出国 而且可能原本家里又多一点负担给你 你的生活成本变高 你的收入变高 你还是跟现在一样 我都没意思啊 你们就觉得好像把太多事情当借口 推到未来的自己 对 可是以后的自己 以后的你不代表可以承担这么多事情 你为什么不平均 把这压力平均下来把它做一做 很忙 对 你很忙 你不要再丢给35岁的自己 35岁的自己压力很大 不懂啊 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就会出那本书 叫做什么 35岁前一定要做的实践室 对啊 我那时候我就直接大吼 我就对视讯大吼 说你们不要再把事情拖给35岁的自己了 你们现在就可以出国 你想要开Land Rover 在你小孩上学 你现在就开始存钱 对啊 不然35岁的你怎么会有Land Rover呢 难道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台吗 不会啊 嗯 我觉得这蛮有道理的 那如果 刚刚不是讲了五个to do list吗 那如果现在马上给你一年的休息时间 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啦 一年 立刻从现在开始 如果是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回家 回台南 回台南 因为太久没回台南 想要住一阵子 只是回去几天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想要去日本住一段时间 因为我最近在学日文 然后我学到一个阶段是 开始有那个动词变化 开始要被 开始困难了 对 开始就是你不用它 你很难学会它 学会 所以就希望可以去日本 住一段时间把它搞定 那如果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要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会开部落格 其实这好像不用一年的时间 就想要认真的做自媒体 帮我男朋友做啊 因为我们这一般家 然后要买一些家具什么的 我男友真的超级强欸 他可以把电视所有厂牌的 所有型号 然后做比较 然后去翻那个各国的那种评论网 然后跟我说哪一个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买Sony的这个还不错 但是你用你看宇宙的那种影片的时候 那个星光就不会那么明显 反正就是比的很细很细 对他男友是家电小王子 超扯的 很爱分析就对 他为什么自己开啊 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不够好 他就是 他明明做这些功课 其实整理上来我觉得都会有人要看 他就觉得没有人要看他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欸可以做 那理查呢 我 我觉得是呼应我刚刚想讲的图字列诗 如果真的有一年休息时间 做音乐 做音乐 我就是开始 我把钱拿来买麦克风 录音设备 录音软体 然后写歌词 出mix step 然后上架 然后最后拍MV 那我问你们喔 一条龙 你们刚刚讲这些事情 在实际的状况下 你们是没有一年的休息时间的 那你们会做吗 我其实我有考虑欸 说实在 我其实我最近还蛮想买一个麦克风 嗯 对然后 然后认真开始真的做出一个音乐 对啊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 其实 其实我觉得呼应我刚刚讲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真的 给自己太多借口 给未来的自己 嗯 就是给未来说啊35岁 啊40岁 结婚后再说 结果到最后一拖到处去 就是临终 临终前那一刻 对 没有人可以 没有人可以给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有 就是你自己的小孩 可是小孩就不一定想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很多人都这样 你自己完成不了 你就拖给你小孩 你就觉得小孩去考医学院 小孩怎样 小孩不一定想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轮回 然后你小孩做不完 你就再拖给下一代 然后就一直这样 所以大家自己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完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背负了多少 千人的那个遗愿 没有你先背负着你自己 你什么时候要做音乐 其实我故意出这一题就是我自己在想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年 我一定会说大话说 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 但是如果现在我真的有一年的休息时间 我会做吗 那如果我真的想做 其实是不是没有这一年的休息时间 我也是会去做 其实我那时候出这一题的初衷是因为 其实应该是没有一年的休息时间 你都还想做才是你真的想做 对 如果说还需要给你一年 你还要再犹豫 你还要再想 那可能这件事情 不是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对啊 因为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你不会因为要一年休息 你希望我开一片 我不需要休息 我一定要看到他 一片不用付出什么effort 所以 你要花 你要找片啊 你要滑鼠要点 起码你有开始 我懂 我懂 就跟你要去健身房一样 如果你要想半天啊 然后什么的都不去 那你就是没有想去健身的意思 所以因为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有两个 那这两个我还在想要先做哪一个 第一个就是创业嘛 就我刚刚说 比基尼品牌或是饮料店品牌 那第二个就是我想要真的把YouTube经营起来 但我其孙的这个 现在就可以做 我觉得YouTube就可以做啊 你刚不是想做第一次系列吗 什么东西 第一次啊 初体验啊 吃虫啊 不用去泰国啊 台湾的抓起来烤一烤也可以吃 我觉得你可以 我知道你 我觉得你第一次系列可以符合疫情 要干嘛 比如说 上次开车应该也拍车就出题了 第一次开车 第一次上高架 看怎么第一次当三宝 其实很多YouTuber的内容也都是很莫名其妙 但是还是有人要看的 你干嘛突然diss别人了 突然开始diss别人了 好那刚刚讲完这个 那你希望十年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或是你完成了什么事情 十年后就是35岁的我嘛 对 没错 我希望我是一个父婆 35岁还不是婆好不好 你是个妇娘 妇娘 然后开一个特斯拉 这好物质喔 可以 这也是梦想啊 那我希望我已经完成一个人旅行的目标 嗯 然后我希望我真心喜欢的朋友们 还在我的生活中 他这边还写比如说你们 对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 这个不知道什么 嘟嘴的符号 嘟嘴的符号对 然后精通日文 就可以希望可以真的多一个语言能力 了解 所以你可以把它混合起来 我觉得你不是说你想去日本吗 对啊 你刚才就在日本开了特斯拉 然后用日文讲话 带着你的朋友 他是想在台湾 可是这样我还要在日本交新朋友 对啊 我已经没有想要有新朋友 哈哈哈 你说人生交朋友的终点是我们吗 差不多 我们是你人生最后一批朋友 真的以前会觉得要有很多朋友 可是我现在就是朋友没有没有很多 其实朋友差不多就那样就够了 真的 那理查咧 理查你是40岁 干 就觉得讲这个就好像就很老 没有我觉得我40岁的话 我会期望我自己还是充满好奇心 就我觉得40岁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在科技界嘛 所以我觉得40岁的时候 其实听起来也是蛮年轻的 对啊 那这个世界应该还会变到蛮多的 我觉得我会希望看到 因为像 我不知道Facebook出来有10年了吗 还是IG有出来有10年吗 超过了 超过了嘛 可是就差不多差不多吧 我就觉得 差不多差不多吧 因为像 就是Amazon好像也是10年吧 我也不知道 10年 一些新的服务 25年吧 然后呢 没有啦 反正就是10年后 一定还会有新的后期之秀出来 嗯 那我希望这些新的公司出来的东西 我都愿意去吸收他的知识 嗯 对就跟着这个世界一起进步 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年纪大 你就反而对 有时候你会 如果你有这种老人的心态 你会停滞学习 嗯 我懂就让你的心继续保持年轻 对保持年轻 我希望那个时候的我 跟25岁的大家都是可以好好对话 就他们会觉得 欸我也好年轻哦 嗯 对然后 我同时我也希望就是我那时候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对 40岁了嘛 也该有个小孩 然后有个老婆 然后 接下来就是体验吧 就我希望我的生活是有趣的 就是不要再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嗯 不要只是游游碌碌 他变得没有梦想 对我希望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很有趣 大家碰到我就是一个有趣的大叔 对 就是我希望是这样 我懂欸我懂 就是碰到你就觉得你是一个正能量很年轻的人 对对对 而不是好像已经被生活的压力给 压垮 然后永远都在上班 对啊就不要人家来打电话给我都说 不好意思我在加班 不好意思我马上敢报家单给你 你会觉得好可怜哦 然后还 那时候还被客户叮什么的 就说什么 就报家单怎么还没出来 然后你40岁你还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就觉得哦 就如果你没有别的 应该说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当你有别的东西在忙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已经不是那么可怕了 对就没什么 就是你还有做音乐 或是你有写书什么 你就觉得欸 太棒了 就平衡嘛 可是如果人生只有这个 就会觉得天哪压力好大 对你就觉得说你怎么还是 就是你跟10年前的自己是一样的 对而且这个节目开录之前 其实我们三个就在看我们写的答案 然后我们就说天哪 我们是不是人生越来越没有梦想了 对就在写的时候觉得天哪 我们已经开始已经渐渐柴米油盐 尤其我们就是一个很务实的工作 对 我们不太看什么很fancy的事情 对 所以造成我们也变得一个很务实的人 嗯 欸这搞不好是不是业务会有遇到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都只看结果 就很常只看数字结果 会不会下单 然后导致我们 对于分析 对我们不做梦了 对啊我们就只看 对啊我们变成只看 这只灾欸 各位 这只灾欸 高风险行业 要保险 我们去告老公去 要保险我们的灵魂欸 我们灵魂现在已经老掉了 你也直接敲老板的那个办公室 老板 你害我没有梦了 欸可是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年轻的老板欸 I mean他的心很一样 还有他的梦啊 可是我们 我们的梦跟他不一样 我们梦不一样 我梦就生数字了 对没错 那Kelly呢 我自己35岁我是希望结婚 然后不一定有小孩 我希望结婚 如果有小孩的话 就还是一个辣妈 超辣 出去买东西还被打散 还被问可不可以加line 那你会去熔乳吗 不会啊 我奶他妈有小的熔乳吗 你很失礼欸 妈给我尊重 靠杯 你很失礼欸 不是啊 我是想辣妈 你可能会想要做 为什么辣妈一定要熔乳 好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说 踩到女权的线欸 你可能会想啊 我不想 干 好 等一下 那天 那天那个 老公姐我们就聊到 那个熔乳的事情啊 然后我就说 还是我的 因为Kelly说 就是自体脂肪熔乳 是抽自己的脂肪 灌在胸部 你要把你的脂肪 对对 因为我全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有脂肪啊 然后C就说 不然我把我的脂肪抽出来 然后放在我的奶里面 那你说什么 我就说天哪 我的胸部就留着你的脂肪 然后我们就是真的姐妹奶 对我们真的就变姐妹欸 就是我的奶的脂肪 跟她的奶的脂肪 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我的天哪 真的 你的奶是我送你的 拿去包啦 你奶人吵架的时候 你还可以这样讲欸 对啊 你的奶是我送你的啦 我不屑要你的奶啦 如果你那时候真的被嗆 你会回什么 我也不知道欸 你说我要还你啊 太荒谬 太荒谬了 好 好 要的是辣麻 但是不容辱 不容辱 不容辱 不容辱的辣麻 不容辱酸明 那怎么开车 开什么车 开什么车喔 哇干特斯拉 你也特斯拉 特斯拉凯燕 对 干凯燕凯燕 真是够 你们真的很物质欸 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然后在迈向fire的路上 因为我觉得我35岁可能还没fire 但是正在迈向这个路上这样 然后 我有个很peace的 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的这种关系 就不常吵架这样 对就是我已经很了解我自己了 我希望我自己不要再有一些对自己的struggle 就是外人看不懂你在干嘛 然后你自己在那边struggle 我希望不要有这种struggle 就自己跟自己可以相处的很好 然后都有一个正能量 所以你跟旁边人相处也都相处的很好 然后跟朋友都继续保持联络 然后时不时都还是像现在一样会喝很醉 然后跳舞这样 对我不想要因为老了就有很多限制觉得说 啊我们不要去那里啊 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 对我希望35岁40岁都还是很疯 就可以在夜店遇到你 对 然后还是很疯 就是保安保全会说这位太太请你不要这样 我觉得 你刚刚讲的某一点就是不再struggle 这个应该是有一种看清人生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吧 对就是不要再有很多struggle了这样 然后有满满的peaceful的能量 就是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接受自己 没错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在这个路上了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觉得很难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对就像刚刚前也有提到就是美国版的是说 希望我能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而不是习惯掩饰 这就是我现在会一直提醒我自己的 对啊 对因为我过去都是把重心放在身边的人身上 我会希望每个人跟我相处的时候是开心的 是愉快的是舒服的 可是我就会忘记自己不开心 对对对对 而且自己的很多struggle 其实那个能量别人是感觉得出来的 对你自己在不舒服的时候 人家也觉得你这个人很怪 对其实人家是感觉出来 所以你当你跟你自己处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你就很难跟身边的人处得很好 我的想法是这样 会有一个墙啦 对对对会有一个墙 因为你其实防卫心是起来的 对对 你觉得不舒服人家也觉得跟你不舒服 嗯 所以你觉得很自在 其实别人跟你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自在 所以你们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你觉得life is a struggle的时候 就真的 就真的是他妈struggle 就真的struggle 对 日子还要过 对啊 你要想办法 peaceful 好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禅意啊 说实在话 这有点禅 禅就是你知道心要简单嘛 对不对 我们又在 开始又变成老生常谈了 好啦那 最后一个其实有点heavy 就是你到了人生最后期 你已经要面临死亡的时候的你 你希望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就是跟三十五四十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你可能七八十的 八九十的这样子 就是死之前的 好那我先讲好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希望 就是我临终前啊 我希望我不是在医院度过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我不要我不希望我是 就是在医院过去了 对我希望我最后我还是在家里 或是在 然后身边有你的家人 对我可能希望我还可以再去公园慢跑啊 怎么样 在公园看妹这样 那还不错 就我觉得我人生最后一刻如果是 推轮椅看妹这样 对我觉得最后一刻如果是这样结束的话 我觉得也不错 就是会笑着离开 就我觉得不错啊 那很赞 还不错啊还不错 然后我也希望我死前没有后悔 或遗憾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有时候真的是真的失去才会想要拥有 嗯 对就是这样讲对吧 失去才会珍惜 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那时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 或是我该尽的责任 我都尽可能做到 所以你那时候也拍了MV了 mix tape也都出来了 干妈 这不可能 音乐已经做了 这一定要在40岁就完成 不能到80岁我才在想这件事情 妈妈80岁要拍MV谁要看啊 他妈我还拍一部MV不知道拍多久 嗯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挂的话 我希望我爱的人还会想念我这样 嗯嗯 他会很高兴有我出现 其实这也是对自己期许 就是希望自己是值得人家留念 嗯 我不是希望你走了我也没差 就是 我懂我懂我懂 对或是我如果真的成功出书的话 我也希望就是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说 啊 就他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一切 对有出这本书这样 哇 对最后就是希望小孩已经长大独立 有一番成就 这个 就是比较务实啊 不要临终前还挂念着小朋友要自己担心 就他起码这小孩不要造成社会的困扰 嗯 好 我的话我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面临死亡的当下 就不一定是七八十岁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面临死亡的当下 如果我的to do list做完 那就好了 嗯 我不会去想说其他人会不会想念我 嗯 会不会难过 就是你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你没有会对自己 对 因为我不觉得生命的最后期一定是七八十岁 是没错 对 因为随时都有意外发生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尽力做到我 我某一个年纪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做到当下那我就OK 嗯 我的话 我想的是 还是比较残层面欸 我希望我自己的peaceful程度可以相比达赖喇嘛 欸你知道达赖喇嘛昨天生日吗 那是喔 我不知道欸 欸我不知道欸 但我真的是 就是真的希望自己是一个很peaceful的人啊 不要太多struggle 或者是不要跟自己 或是跟身边人过意不去啊 嗯 然后我希望我真的有很好的对待我自己 然后对待家人跟对待朋友 所以对他们的任何相处都没有任何遗憾这样 那假设有创过夜 而且还是个辣妈当然最好 但这已经是最顶规等级的人生了 所以假设没创业 而且呢 也不是个辣妈那也没差啦 但是重点就是要满满的爱跟正能量这样子 欸我觉得不错欸 我觉得我会期待你 80岁的时候还是这样 哈哈哈 你说还是在浴缸醉倒 然后呕吐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80岁你还是保持这种正能量 我就觉得很爽 对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而且还可以跟大家就是相约喝醉的话 我们如果一直练冥想 会不会80岁的时候 然后我不用见你都可以知道 感受到我在跟你说什么 好巧 好巧我可以不要吗 我不想听到 一直听到你的声音欸 你说 所以我们在家里这样冥想 然后我就一直跟Kelly讲话 我不要 我不要 那你们小孩觉得你们神经病 对啊 那我在那边坐在床上 哼 还在那边笑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想说干嘛 阿嬷寿大师 哈哈哈 好可怕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好啦 这样总归下来 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的偏好是蛮像 就是我们并不是很物质的人 你们不物质一个特斯拉 没有就是他那只是 讲讲 但是说实在 说实在能够出国长时间 应该大于特斯拉吧 欸还是不是 没有他就是要长时间出国加特斯拉 然后你是要买豪华别墅 你们在那边 我是要送给我爸妈 不是我自己住欸 那你怎么可能住得比你爸妈差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妈两个最物质的 跟人家讲不物质 哈哈哈 没有啊 但是我们没有在享受頂 没有在追求顶规的生活 或是要打入什么上流社会这种啊 刚不是某人说 不是用极简的生活方式过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好就是物质 就是钱就是可以买到快乐 同时心灵富足 好啦但我觉得就是 我们有在追求心灵富足啦 这是很重要的OK 所以我觉得 但我觉得今天的重点是 其实你们列下的东西啊 我这边有讲说 给你一年的休息时间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要努力去做 嗯 因为当你需要一年休息时间 才要做的话 就代表 那可能 那不是真的你想做的事 好那你赶快去吃虫 哈哈哈 我赶快去买拍客服 我哈哈哈 然后CZ你要赶快学入 拍部落格 对对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 不要再把你自己的土都丢给35岁 对不要丢给30岁 对不要丢给30岁的自己 因为你一直往后推 那你永远都不会做 35岁你就会丢40岁 40岁就丢45岁 而且你年纪越大你有越多借口 你有越多负担 你有越多责任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个20几岁或是30几岁的人 你想做的事情你就赶快开始做 因为人生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没错 假设你80岁是你临终的时候 你想想80岁的自己 你看他多多的压力在身上 对啊你真的想做 其实并没有人会阻止你 只有你的心魔会阻止你自己而已 对 而且你一定会活到80岁吗 其实也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要把握当下 好啦我觉得就是 真的不要一直给自己找借口 因为很多想做的事情 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难 就去好好体验人生 去做 对去做去体验人生 然后 而且我觉得要有勇气面对你自己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对不要再整天拥拥拥拥 觉得没差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那你就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要做什么 如果你有一件事你不确定该不该做 那欢迎投稿到我们的业务告解室 对我们有个业务告解室的表单 有放在IG上 对你可以把你人生的各有疑难杂志 你就在上面问我们问题 对然后我们会跟你分享我们的想法 然后放在节目上跟大家讨论这样子 对 没错 我们会好好的鼓励你或者是好好的安慰你 或者是真的给你一些建议 对 不一定 Depends Depends 对但我觉得这一集很重要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定期要去做梦 对我们都忘记做梦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很重要 应该说希望业务朋友不要忘记做梦这件事情 业绩很重要结果很重要 但是偶尔可以做个梦 而且年纪越大会越容易 就是一直在想买房结婚生小孩 跟你有时候可以先跳出这些想想自己要做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跟我们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是为了节目 我们有做这个功课 所以我觉得听众也可以做一个自己的人生必做的to do list 列个五项或三项 然后去重新想想回到这个 就是怎么讲 重新拥有做梦的权利 没错 那今天就到这边 那我们Podcast每周三更新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So on KKBOX First Story Misterbox上都有更新 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欢迎写信到我们的email 或者是Instagram 然后也可以投稿到我们的业务告解释 今天就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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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